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種植火龍果的歷史已經有20年了 我們一直以來都堅持草生栽培 無毒栽培和有機肥施作的方式去下去栽培 所謂無毒栽培 我們就是第一點 我們就是完全不能使用除草劑 我們這都是自然草象 中文做到有肚子刮的我們就用雞氣刮 我們就用人工除草 肥不使用除草劑的頭用就是這樣 鬆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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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用透氣性和活性都很好 我們的肥就是落在這個地方 所以種出來的火龍果品質都很好 都很安全 又健康 20年前小孩子其實種的時候 我老三還沒生出來 那時候懷孕 對啊 然後就是從零到現在的那種成績 那種斷中間的過程真的是 如果沒有自己親身的體驗 沒辦法去了解 就是這一片田就是以前是釀酒葡萄 後來釀酒不收 全部都放會掉 然後就是 外公外婆就是看著說長草 然後很浪費 他就問我先生說要不要務農 我先生實一實不是務農的料 他以前只是幫阿公阿媽他們做 就是放假的時候會回來幫忙做葡萄而已 他沒有經驗 就是自己想說 有這個機緣的話就試試看 我們剛種的時候 那個政府單位阿 改良廠阿 農改廠他們都還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資訊可以提供給我們 我們都是邊種邊摸索 邊學習阿 跟一些比較早期早種的前輩學習 我們都是無毒栽培的 而且都是當天獻採獻出 都出貨 都玩手獻採的 我們叫在地獻採 然後農民都玩手才採收 所以他的香氣阿 甜度都會提高很多 我最心疼的地方就是 因為那時候小朋友小 然後沒辦法幫他 然後因為我們種的是 品種是要授粉 半夜要授粉 那他常常一個人 一個人晚上待到兩三點才回到家 然後我就蠻心疼的 又不能幫他 那只能精神上的加油 就是寫一張紙條 睡之前寫一張紙條 溫馨的紙條 然後放在他的枕頭 然後睡覺的時候看得到 就這樣子 這樣子支持他 有配合政府的南向政策 我們現在在緬甸也先種了 市種了30公頃 然後預計再慢慢擴大這樣子 希望把台灣的好水果 帶到東南亞區 我們是東方果實飲的疫區 所以要過去日本 我們的火龍果還要訓徵過 那訓徵過就不耐放了 他有一條很漫長的那種 減輕路才能過去 可是我覺得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政府單位應該是可以 就是協助 對 全力協助 全力協助這個農民 現在這幾年 種植面積太多了 早晚會遇到崩盤的問題 所以要拓展外銷的通路 是政府應該很努力去做的一個方向 在外面買火龍果 我們就是要選這個百百的 百度冰整個都擺起來 渾圓飽滿 這就是成熟度最好的時候 這種的買回來都一定很好吃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叫做火龍果冰沙 火龍果是一種神奇的水果 它不但可以入菜 而且生枝也非常甜美 還可以做糕點 然後打冰沙 果皮還可以煎蛋 火龍果冰沙 它的材料是 一大顆半的火龍果 然後一顆蘋果 還有少許的蜂蜜 加一包冰塊 四龍果很棒 它有蜂蜜吸 又可以養的美容 讚 火龍果它可以改善我們 視網膜的細胞 還有改善我們的視力 還有抗膚色的作用 我們今天推廣火龍果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火龍果已經台灣大量生產 所以當地鮮採 立即享用很新鮮 而且它不太需要農藥 無毒耕種安心食用 那更重要的 我們在環保的立場 它可以降低碳足跡 我愛紅龍果 楊顏北龍 抗老防海 在地鮮採 看足其敵 紅龍果 讚